一落地 主要進入後機室等待篩檢 醫護人員全副武裝 替每一位長城航班旅客採檢 確認陰性才能夠通關 從十一號開始實施落地全面篩檢 第一天陽性率就逼近一城 八個航班六百二十五人當中 就有五十八人陽性 其中來自美國的三個航班 陽性率更超過百分之十 隔天同樣八個航班四百三十人 二十四人陽性 陽性率百分之五點五八 其中來自美國紐約的航班 陽性率高達百分之十四點二九 外界質疑從四號開始 規定要出示兩天內的PCR 陰性證明才能夠入境 但為何還是有這麼多的境外確診 就是面對春節返鄉潮 邊境防疫壓力大增 尤其十四號將是返鄉的高峰期 入境人數高達四千兩百人 十五號也有三千九百人 病例數不排除破百例 篩檢量能 恐怕更吃驚 就怕把確診者通通往北區醫院送回 壓垮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也允許 確診者如果是同班機的同行者 可以兩人收治一個病室 也啟動醫院分流機制 減輕收治患者的壓力 只能說變種病毒跑得快 想要馬上消滅它不容易 面對接下來的返鄉人潮 將考驗台灣的邊境防疫 華爾西元台北桃園 綜合報導